這是我們主打排骨雞絲麵 然後這很少人要做雞絲麵的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一個味道 小心燙喔 好 這個是什麼 排骨豬湯 排骨豬湯 那就是我們主打排骨雞絲麵 然後這個是讓我們 多好喔 我這麼討厭人家 最討厭人家坐在那個桌上 可以坐地上啊 對啊 目前台灣就只有一家 敢做我們家的份量 因為它總共足80公克 外面市面上賣的都是50公克而已 因為耗準率太高 沒有人敢做 哇 雞絲麵不少耶 你這個已經很少人要做雞絲麵了 你知道 因為它有一個味道 所以我去找到這一家 它也是二代 它在做很用心 它也很敢跟我拚說 我一定要做到想要的理想的質 這個麵很可以 很多雞絲麵真的很油耗 好喝 對… 我可以再來一碗雞絲麵嗎 沒問題啊 沒問題 好爽喔 哇 試試看那種一般的排骨雞絲 你喝了第一口會覺得說 這湯頭好像還好啊 但是你給它一個機會 也給你自己的一個機會 你喝到第五口 你就知道沒感到 它很少看到那個炸的麵皮的地方 基本整塊都是肉 然後你也不用啃了耶 它已經獨肉分離 這個食材是我每天早上 清晨三、四點去菜市場拿的貨 今天菜市場給我多少貨 我今天就做多少 好 那每個人貨我今天去休息 所以我的食材一定是當天 現宰溫體物 所以回來我馬上處理 馬上做 所以我的東西不宴 我的排骨也不宴 燉多久啊 通常都要三個小時以上 三個小時就可以這樣啊 怎麼有辦法燉這麼久 然後肉不柴啊 對 這就是 又是米粉 附軍不可透露 它這個排骨炸過 炸過之後再把它蒸到爛 這樣子你懂嗎 你不吃不下嗎 沒有 晚餐時間 就是有這樣的後遺症 我每次出來你們 就說吃不下吃不下 然後坐下來又要外帶兩碗 美人姐妳是怎麼吃到這裡 一個朋友在他們家店裡面打工過 說很好吃 於是我們派一個朋友來吃 然後大家就一直在我們的群裡面傳 這樣你懂嗎 我跟你講 你知道一般的排骨酥拿出來的話 我可以 對啊 你看 它上面真的是沒什麼油 沒有 這是 這是減肥的人可以吃的 你知道嗎 因為它幾乎沒有什麼油 雞絲麵加排骨酥 出來的湯頭會是這樣 對 而且你的雞絲麵是比較粗的 是 還有一號是更細的 還有更細的 對 可是更細的會跌到 對 美人姐對出戲真的 出戲啦 出戲啦 長短啦 很硬啦 我都很厲害啦 我不可以 這樣可以了嗎 我一直幫妳講完 你知道為什麼最後要Andy在萬華嗎 萬華 因為在疫情期間 萬華走過非常坎坷的過程 對 對不對 所以今天來萬華吃就是標示 我們節目隊 要支持啦 要支持啦 好強喔 各位邦家人感謝你啦 感謝你啦 謝謝啦 各位台灣男生要團結啦 要團結啦 要團結啦 不能像在排骨酥 一戳就亂啦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